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婉伦 风关倒数一天 年后行情到底如何来看待呢 让我们来欢迎季伟明分析师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台股 居然是一个超乎我们想象的往下走 为什么 因为昨天其实NAS达克指数 虽然说盘中一度跌了将近5% 可是收盘的时候收上 翻上红盘 结果我们台股今天怎么样 居然逆势大跌 跌多少呢 今天盘中一度跌了超过300点 那这时候就有很多投资朋友想说 到底在这个地方我要不要把股票卖掉 然后去好好过年呢 那其实我们在昨天的节目上面 已经有先跟大家稍微讲过 不过我相信有很多投资朋友 一样的问题还会再继续问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会再跟大家讲一次 那另外也跟大家讲一下 关于年后的行情我们怎么看 好 首先一样先回顾一下 昨天我们给会员的讯息 上面有说这个市场会先产生恐慌之后 才会发现原来是自己反应过度 那我也说这里可能不会是最低点 就算不是最低点好了 也会是相对低点 为什么你看我们先不论大盘指数 因为加权指数上面有台积电撑着 但你仔细看一下贵买指数 以及一些中小型股 这个回档幅度 几乎都已经来到三成了 所以你说一些股票回档三成 完全不反弹吗 我认为几率是小的 好 但是我们还是看一下 到底国际股市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本其实有很多的投资人 不只是我们分析师一般的散户 甚至连法人都认为 其实这些美股在这边跌幅 已经非常非常的深了 特别是纳斯达克 他在这几天里面 跌幅居然已经将近20% 也就是已经来到了将近是一个 熊市的技术指标 这个地方大家就会想说 昨天好像有很多的利空又跑出来了 包含是乌克兰跟俄罗斯 好像要开干打仗打起来了 这件事情就导致了整个美股 昨天盘中走弱的状况非常的严重 道琼指数一度跌了1000多点 纳斯达克我们刚才讲的跌了将近5% 但是收盘我们睡了一觉起来以后 这个叫船过水无痕 风平浪静 翻红 但是我们看一下台股 昨天夜盘的时候 其实跌了400多点 我们看到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台股夜盘大概跌了100多点 可是今天盘中 似乎没有像美股一样 这么的强势出现一个大V转 出现一个大奇迹日 台股今天没有奇迹 我们看一下 其实昨天的美股 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因为你看到其实这个指数 纳斯达克真的是一开盘以后 就一路往下跌 都没有回头 几乎都没有什么出现 比较像样的反弹 那一直到落底以后 直接出一个大V转 往上拉 那也是头也不回的往上拉 所以你做得好的话 赚两边 做得不好的话 你就被双八 那我们看一下台股的部分 其实昨天也是一样 跟着国际股市联动 绿色框框的部分 就是下跌之前 那大概是在时间落在 一点多到两点 这段时间落底 那到了两点多以后 我们开始去睡觉了 那这个时候 国际股市就开始拉 台股也跟着往上拉 就是蓝色框框的部分 但是我们看一下 今天开盘以后 就是红色框框 红色框框这个地方 其实早上的盘式 是算是相对的比较弱势的 很多的股票 也真的就是一再的下跌 你觉得它已经跌了20% 跌够了吗 没有 它还可以再继续往下跌6% 跌7% 那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 就是看到了很多的资金 在这边撤出 包含像是丙总资金 在年前先把资金回收回去 那我们也观察到了 这个大盘的融资 也是连续的在减退 这是一个讯号 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讲 那除此之外 很多的散户投资朋友 也不想报股过年 原本想说 我们可以再观望一下 但是看到今天 这个盘式好像越来越弱 那也没办法 只好先把股票砍掉 所以在这么多的因素之下 我们的股价 没有人要去承接 但是卖压又这么重 那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往下跌 好那我刚才讲了 这个融资已经连续13天 在做减退 它是什么讯号呢 我来帮大家回顾一下 你仔细看一下蓝色框框的部分 这个是我们的融资水位 那下面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 每一次台股的低点 都会伴随着什么 融资下滑 减的幅度多或少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回顾2021年 你看这里总共出现了 4次的低点 那这4次的低点 哪一次不是融资杀出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融资也确实连续13天 在做下跌 这个融资减退 一方面就代表了 我们刚刚讲的资金在消退 所以买盘的力道降低了以后 这个地方股票要卖下来 就变得非常容易 也就是我们俗称 常常看到的加速赶底 我们看到了这个地方 融资已经减这么多了 这次会不一样吗 我认为不会不一样 这个地方因为盘前 大家就觉得不想报股过年 那就加剧了卖压 可是过年这个因素 其实并不是什么太严重的因素 你就算排除掉了过年以后 这个盘也是慢慢修正 它在这个地方震荡完以后 还有机会再攻 只是因为大家觉得 不想要在这段期间 看到国际股市出现什么样的利空 跑不掉 其实我认为这样子的担忧 有点多余 毕竟现在股价已经跌了 这么深的情况之下 你在这边再去砍股票 说真的很容易卖在相对低点 那我说过了 其实在群书里面 我告诉大家说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天空 到底要不要下雨 现在台股就像是在下大雨的状况 但是我们能做的是什么 今天雨来的时候 麻烦你撑一把伞 你不要让自己淋湿了 那我们又没有办法决定 这个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 或者是它要下大下小 只是你这把伞可以撑得起来 或许你撑得比较慢 那你可能稍微湿了一点 但你也不可以在整段下雨里面 你就想说这个雨下一秒就要停了 你不撑伞这是不可以的 所以大家记得要撑把伞 撑把伞是什么 你要记得顾好自己手上 一定要有一些现金部位 持股不要all in 那你有些股票 真的是相对的比较弱势的话 你先把资金收回来 也都是可以的 那再加上我们刚刚的分析 你想一下 这些把股票卖掉的钱 跑到哪里去了 跑到了银行账户去 跑到了交割户去 所以钱并没有不见 这些主力散户的融资 丙总资金 他们只是先把资金收回来而已 那在年后这些钱 终究还是要回到股票市场的 难道你期待他们能在股票市场 一年赚个10% 20%甚至翻倍 难道你要他们去买定存 然后一年赚1%吗 不可能 所以现在资金的退潮 是未来的资金进场的量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现在卖了多少的股票 未来他们就要买多少回来 所以我认为 投资朋友 你这个地方 就是去看一下自己的持股水位 如果你的持股水位已经很低了 我认为你报股过年你是OK的 但是你如果持股水位很高 甚至满档 那你可以用明天最后一个交易日 好好的去调整一下你的投资组合 那等到年后 这些杀得很深的股票 自然而然的 他们的价值就会浮现 那也比较容易获得这些资金的青睐 那买盘进出的情况之下 就容易出现一个反弹 到时候你再来决定 你要卖在哪一个价位 是不是很好呢 所以如果投资朋友 对于这些产业分析 或者是个股研究 甚至是看我的分析师观点的话 都欢迎进来我们去试试看看 谢谢季老师的分享 也记得加入季老师的 Line Air跟Telegram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